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由于疫情阻隔 今年许多台湾青年选择留在北京过年 台湾餐馆就成了他们品尝台湾年味 寻找团圆感觉的选择 台湾的年夜饭都有哪些不能缺少的美食 又带给他们怎样的年味 来看看今天的两岸美食化情情 我叫叶千鱼 来自台湾 我来北京有17年了 去年也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 经常吃台湾的台式热炒 所以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到北京来 开一家像台湾的台式热炒这样 哈喽 哈喽 喂 哈喽 小镇 你好 我是千鱼 对 我想问问你啊 你那个过年你有没有回台湾啊 今天没有回台湾过年 那你看看你有空的话 带你朋友大家一起过来热闹热闹吃年夜饭 好啊 好啊 哦 好 组织这个活动呢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北京有很多的台湾人都回不去 所以我就想说把身边的所有台湾人 全部叫到我们店里来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吃年夜饭 有这种大家团聚嘛 有过年的气氛 好 欢迎 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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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好久不见 哈喽 来来来 我们往上面走 好不好 好 来 请坐 请坐 来 对 看 都可以坐 来 好 好 我现在先到厨房去 然后为大家准备今天晚上的年饭 好不好 好 一起来 一会见 好 好 准备先聊一会 好 新竹炒米粉 在家请客吃饭 或者是家人团聚的时候 都一定会上的一道菜 这道菜叫做茄汁大明虾 然后呢因为它是红色的 所以孕育着这一整年 大家都可以红红火火 像我们的青蟹米糕饭 树脂蒸鲈鱼 像这些都是台湾的 标准的半桌菜 然后我把这些特色菜 放到了过年里面来 希望大家来这边 都有回到家的感觉 每次就是我们家吃年饭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大家都是盛一碗汤 然后先喝汤 然后才开始吃其他的饭 今天这个鸡汤 我觉得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大家都是吃饭 这个跟我们家一样 就都会选无骨鸡来做的 对我们家也会选无骨鸡 都是这样的 在台湾 每逢新春佳节 人们都愿意喝上一碗汤骨鸡汤 这是因为鸡与鸡同音 象征着大吉大利 年夜饭上的鸡 最好是全鸡上桌 不但代表着全家团圆 也有着迎新送旧 有头有尾的美好寓衣 其实我觉得今年 有机会 跟大家在一个这样子的场合 一起聚餐 我自己是还蛮有感触的 两岸毕竟同根同源 包含我们在这边吃的这些菜 这些食材 其实完完全全都是非常熟悉的 两岸本来就不分彼此 本来就一家人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第一个疫情赶快结束 让大家可以早日的团聚 早日的见面 第二个当然希望说 台湾的民众 包含了很多正在大陆 追梦祝梦的这些青年 也都可以得偿所望 透过大家在大陆的发展 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大陆是一个正确 而且不会后悔的选择 近期西方政客多次就台湾问题 发表不当言论 企图搅乱台海 评论认为 西方妄图打台湾牌 是对中国的误判 必将引火烧身 付出代价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海新观察 以台制华能得逞吗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综合媒体的报道 近期西方某些国家和政客 妄图通过炒作台湾问题 达到自身政治目的 在国际上制造了 违反一中原则的杂音 美国等国家在涉台问题上 也是动作不断 企图制造事短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一再正告这些国家和政客 台海不容生乱 不要怀疑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定决心 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 有哪些西方国家和政客 企图干涉台湾问题 中国又将如何反制 就这样一些话题 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 蓝月谦先生 北京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 于强先生欢迎二位 李红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李红好 蓝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近一段时期 西方的国家和个别政客 对涉台问题发表了不当的言论 接下来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期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 为谋求个人政治利益 公然发布涉台不当言论 引起关注 如欧洲议会通过的 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鼓吹提升与台湾政治经济关系 英国与澳大利亚方面 也发表声明 表示关切台海和平稳定 在立陶宛以台湾名设立代表处后 斯洛文尼亚总理称 计划与台湾互设代表处等 这些言论遭到了中国外交部 和国台办的强烈批驳与反对 有评论认为 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认为 打台湾牌是一个可以操作的选项 是低估了台湾问题 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性 误判了中国维护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 中国有信心 也有能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西方莫要误判 不要冒险 就像刚才短片提及的那样 我们看到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英国 澳大利亚 以及欧洲议会 近期以来对于涉台问题 都有不当的言论 他们为什么在涉台问题上 要有这样错误的行为 是的 欧美等这些西方的国家 他们仍然认为 打台湾牌可以获得一些利益 他们存有这样的一种妄念 这个妄念由来已久 他们一直认为说 打台湾牌是一个买空卖空的 一个生意好买卖 而且他们认为 没有什么风险 或者是风险很小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打台湾牌 那一方面他们认为说 当他打台湾牌 那么受到大陆的反制的时候 他们可以从台湾这边 来获得一些补偿 或者是他们认为说 当他们打台湾牌的时候 台湾蔡英文当局 会给他们一些好处 有一些个别的政客 他拿到的是个别的利益 那有一些国家 他就认为说 他可以藉由这个操作 要不就是从美国 或者其他的国家获得利益 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从台湾 蔡英文当局这边来获得利益 所以他们认为 第一个部分就是打台湾牌 获得的利益还不少 像立陶宛 立陶宛的动作就很明显了 立陶宛其实他应该要遵从的是 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 那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 欧盟在台湾也有办事处 所以根本没有影响欧盟跟台湾的交流 但是立陶宛很明显的 他就开始在打台湾牌 那所以他要把这个办事处的名称 改为台湾的办事处 这当然就挑动的非常敏感的神经 斯洛文尼亚他的做法很简单 他的做法就是先丢一些风向球 找一些政客表示一些态度 然后来取悦美国 然后从这个角度里面 来看看欧盟的反应 看看大陆的反应 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其实都很明显的 也是在操纵台湾牌 那当然你也看到了像英国或是澳大利亚 他们就借由打台湾牌的方式 来去这个攻击批评中国 那欧洲议会呢 他也是在打台湾牌 所以要通过一些所谓的台湾的法案 然后借由这些法案 要逼迫大陆在很多地方上 要对他们要有让步等等 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一些举措全部都是在打台湾牌 那大家不约而统地感觉到就是说 怎么会这段时间 这些国家接二连三地开始出手 而且都是在几乎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进行 因此我们就合理地来推断 他们背后有一个操盘者 这个操盘者忽自欲出了 那当然就是美国 刚才赖教授分析的核心观点呢 就是这些西方势力之所以 有如此错误的言行 是因为受美国的操控 美国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 那么原本呢 美国是仅仅攥着台湾牌 现在把以台制华的台湾牌 分发给了西方势力 那么企图联合西方势力 共同来遏制中国 那么在这种蛊惑之下 西方势力是不是产生了误判 我们能够看到 美国的那个心态在变化 他感觉到他力不从心了 美国过去在打 所谓的台湾牌的时候 他其实就两张牌 一张是外事 一张是军事 而外事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国际组织的问题上 有的时候说三道四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 涉台的一些这个法案啊 在这个美国国会 也就是这样 那在军事上呢 其实也就是给台湾地区 卖各种各样的武器 所以你看美国这么多年来 不断地打这些牌 但是美国发现说 他没有办法通过 这种所谓的台湾牌 来这个阻止我们的崛起 也没有办法阻止 我们国家的统一 所以美国自己觉得说 他力不从心 于是呢 他就开始想把这个牌呢 找别人 让别人跟他一起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 其实呢是拒绝的 为什么 是因为大家都看得明白 是这个东西 打了这张牌 最终会伤害到 我自己的利益 而且每个国家 大家都会做出 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我为什么要让你美国 去当枪使 而且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大家现在看得很明白吗 台湾本来就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各个方面的联系 包括血缘的联系 这个你想分割 是分割不了的 你看 咱最近在过年 你看民党天天狗狗声声 在搞所谓的去中国化 到了过年 蔡英文不是每一年 都得写春联 送给民众吗 虽然民众不太想要 但是他不是每一年 都要送吗 虽然他也写过错别字 但是他每一年不是还是得送吗 而且咱中国人的习俗 就是要把春联写在红色的纸上 虽然民众那么喜欢绿色 但是他给大家送春联 还是得写在红色的纸上 这个就是血缘 这个就是传统 他想分割 是分割不掉的 不仅是春节 到了端午节 也得包粽子 到了中秋节 也得吃月饼 所以这种血缘的联系 是根本没有办法割断的 美国在打所谓的以台制华 是出于他自己利益的考虑 但是现在很多国家 就看透了这一点 就是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他国家 不愿意做美国的棋子 我们知道在岛内 支持统一的民众的民调数字 曾经发生过很多的变化 还有一次的民调 是冲上了历史的新高 所以说岛内民众 跟岛内的台独势力 是不是也一直在做斗争 大陆当然看得很清楚 这是以美国为首 而且是美国是在操盘的 这一些欧洲的 日本的等相关的国家 希望透过打台湾牌 要求中国大陆 在贸易上对它让步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这一两年来 在贸易的对抗这个部分 不断地升级 而中国大陆 一点都没让步 现在美国本身尝到苦头了 有140多位美国的众议员 他们要求 现在的政府立刻取消 对中国的关税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的商会 已经多次的制函 给他们的政府 说一定要取消关税 现在在美国 他们的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很严重 其实就可以看到 大陆在这方面的决心跟意志 是不容许怀疑的 完全没有往后退让的任何空间 随着你发展的力道 然后这个制裁的力道 就会逐渐的加强 欧洲议会想挟持说 中欧的投资贸易协定 来去打台湾牌的时候 很明显的 大陆就说你要搁置 那就是搁置 但是基本的立场跟原则 是不容许挑战的 所以当这些国家在打台湾牌 其实大陆的态度动作都很明确 就是没有任何空间 你们可以打台湾牌 那对于台湾内部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台湾的政党 是不可靠的 台湾的在野党随风倒 一下子要久而共识 一下子不要久而共识 那基本上来讲 台湾现在要依靠的就是 台湾的学者 有理性的独立判断的民众 他们自己本身站出来 挺身而出去反台独 因为大家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台独会给两岸带来战争 台独会让台湾在国际上 陷入更大的孤立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190多个国家里面 打台湾牌的国家寥寥可数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斯洛文尼亚 立陶宛 等等 可是绝大部分的国家 却不愿意打台湾牌 所以他们不愿意 再挑动台独 他们不愿意给台独鼓励 然后让他们能够 敢大妄为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 事实上打台湾牌 他们在国际上是孤立的 那在国际上孤立 而我们在台湾有识之士 这些有理性的 有见识的这些学者 专家民众 不断的在呼吁 在提醒台湾的民众 千万不要跟随台独 因为太危险了 现在台独的声浪 事实上有被抑制住了 他们的支持度 没有办法再往上走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连绿营自己的民调 所做出来的 也就是支持台独的人数 一直在往下降 主张两岸要和平的 反对台独的人数 事实上是在往上升 所以我才会说 在台湾有很多人 他已经挺身而出 刚才二位分别阐述了 西方势力 不要在文化上 和党内的民意上 对两岸形势产生误判 那么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军事上 和经济上 其实西方势力 也不要对中国维护领土完整 来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 产生误判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我们这些年间 整个国防实力的增长 其实你会看到 西方的这些智库 它的评估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关注 那渐渐渐渐地 从这些报告中 你去系列地去读 你能够渐渐地读出 他们的一种恐惧 就是他们现在 渐渐渐地有一点害怕 所以我们再看到最近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 美国有一个智库 它定期会做一个 所谓的战略的推演 就是万一在台海发生战事的话 那么美国会不会占优势 它会把它做得很细 分成了好多个领域 比如说在海上的方面 在空军的方面 在网络领域的方面 它会把它分成很多个领域 然后这几十年来 你就看它整个推演 在最开始的推演当中 美国的确是在绝大多数领域 都是占据优势的 这是你看它一次一次地 推演到现在 它自己也知道 它的优势是越来越少 这个越来越少 不是一个方面的 是全方位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从装备上 从装备上来讲 比如说它会把 歼20和F22来做对比 然后从发展的时间上来说 我们歼20推出的时间 比F22大概要晚隔 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他说这就意味着 歼20要比F22 拥有很多很多的优势 因为这十几年间 科技在发展 所以无论是从材料的工艺上 包括整个的战斗机的 电脑的运算的速度上 包括各个方面 实际上歼20都要比F22先进 这是他们推出来的结果 那另外他也会谈到 他说你看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万一在台海地区 发生战斗的话 他说双方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保家卫国 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是来亲闻踏户的 你师出无名 打仗的时候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美国国内一直在讲 说要不要变成战略清晰 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 一直要维持战略模糊 就是到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是个什么情况 美国现在不知道 所以美国说 只能是到那个时候 别把话说死了 到那个时候 根据情况再来做判断 但是这里面又会引来下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在战略上的判断 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强 他们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括美国自己的知乎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 比如超义战争 美国就误判 比如阿富汗 美国又误判 所以这么多年来 美国不是一次误判了 那大家就觉得说 到底这个里面 问题出在哪里 而且美国现在出现了很多 就是过去在大家看来 无法理解的错误 比如像核潜艇撞山这个事 比如F35在这个航母上 这个降落的时候出现了事故 这件事情 就是过去 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 说美国会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美国一而再 再而三地犯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美国自己的军事实力 到底衰退成什么样 美国自己的智库在做评估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你会发现 美国发现说 他在军事上 不能够吓唬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经济派拿出来 就开始讲说什么 万一要发生战事的话 他有对我们经济封锁什么遮捺的 美国觉得说 也许他搞了一些阻碍的措施 能够阻挡我们的发展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举的成绩 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美国想挡 你是挡不住的 我们知道在新的这种 美国的战略安排下 中美之间的确是有博弈存在的 那么现在美国拉帮结伙 在找帮手 这些西方势力和一些个别的政客 也在随美国起舞 在跟跑 那么当然美国跟中国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博弈 其实美国是为自身利益考虑 而西方势力这种跟跑 那么是不是也要跟中国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来进行博弈 他们有没有为自身的利益考虑过 而如果一直跟跑 一直产生这样的误判 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的言论的话 那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面对欧美日等这些国家在打台湾牌 要怎么来对付他们呢 其实对付的方法并不难 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到 打台湾牌不但没有用 打台湾牌不但没有办法获利 打台湾牌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例如说假设日本联合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等 那么用军事的力量要给台独升 给台独助威要打台湾牌 那就用政治经济跟军事的力量来回应 怎么说用军事的力量来回应呢 也就是说不但在台海的空域中 强化军事的演练以外 而且要把这个范围往外扩大到整个东海地区 海空军在整个东海地区 甚至进入南太平洋的演练的力道要加强 这样的情形就会使澳大利亚 日本等这些国家 他们很明确的感受到打台湾牌 他们本身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这个是要靠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资源 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现在中国大陆资源充沛 能力也建构起来了 所以当他们想用军事的力量 来打台湾牌的时候 就要用军事政治跟经济的力量来回应 为什么会加政治跟经济的力量呢 政治那当然就是在外交 在国际的场域里面 经济那对于这一些国家 他们要打台湾牌的企业 特别是军工复合体 那当然就要施予制裁的一个手段 也就是禁止任何一个中国的企业 跟外国的企业跟这些相关的军工复合体 也就是这些相关国家的军工复合体 有深意的来往 这样的情形才会构成巨大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说他打的是政治牌 例如说像立陶宛 或者欧洲的一些国家要打政治牌 用政治的手段打台湾牌的话 那当然就施予政治跟经济的手段 对于相关的政治人物施予制裁 这样的情形才能够使这些 一直想在台海里面来做文章 想挑弄台海原本稳定和平安全的环境 要把它搞乱 让我们的两岸的民众 两岸的中国人相互的尸杀流血 这些人的奇心是很可恶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主张 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 我对于这些国际阴谋人士 要介入台海之间 要让两岸之间兵容相见 我当然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欧美的阴谋家 当然要施予强大的制裁 才有办法嚇阻他们 不要再打台湾牌 现在中国无论是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还是有很多制衡和反制的方式和手段的 所以说这些西方国家 如果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 国际交往的思维中来 他们应该怎么来做 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那些就是过去 曾经被美国当过棋子的这些国家 大家其实应该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被你们自己国家的民众选出来的 要为这些民众来谋福利 你要站在你自己的利益的角度 不要去被美国当棋子 现在这些被美国当棋子的 你自己去想一想 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究竟有没有给你自己的国家 给自己的民众带来利益 带来福利 所以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好好的去做出你该做的决策 而对美国来说 我觉得其实应该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心态 就是美国过去的确有一段时间 他有一种心态 就是他其实看谁都看不太起 他觉得他自己很强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这个世界上大家国家无论不分大小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有你的优势 我有我的特点 所以因为你有某些优势 然后就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 这个没有意思的 在国际交往当中 大家还是要以一个平等 互相尊重的这样一个态度 那这个尊重的这个里面 就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美国也有你的核心利益 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 要尊重对方 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不要去碰对方的红线 第二点我觉得是舆论上 不要天天的试图去栽赃抹黑 攻击对方 这种东西把关系变坏了 其实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觉得是从行动上 在三个联合公报当中 美国有过庄园的程度 我们希望美方说到做到 而且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 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他曾明确地表示说 美国不支持态度 那么既然美国已经 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希望你能够把你的表态 落实在你的行动上 西方的一些国家和政客 的确是受到了一些蛊惑 现在开始干扰插手 和搅乱台海之间的局势 来企图牵扯 中国大陆发展的经历 但是通过今天二位做出的分析 我们可以很坚定地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不要低估了 中国维护领土完整 和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力 中国有能力 也有实力 也有方式来进行反制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各位朋友再见 谢谢李红 烂言人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